哈喽,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卡游戏频道 很久一段时间没更新给大家有关装备特殊能力方案的内容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特殊能力的方案 在进入正题之前,提醒大家在活动期间的多花海色矿哦 这矿石说不定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财富 在此我把这周的矿石生产率也贴在这里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里解读 好了,让我们马上进入正题吧 在这边我以大金为例,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玩法更换这配套里的特殊能力 首先给大家介绍超强性价比的套件,供大家参考 首先有DASO,POWER3,GIGA POWER2,再来是AIR DOMINA 以及最后的DASO,POWER3,如果觉得这套配置容错率太低也能更换 比如说DASO,POWER2,可以换成STATUS,POWER2,或者换成FORM,POWER3来提升容错率 当我们存构权后就要进行升级 升级的方案有分为耐久性以及火力特化性 首先是耐久性 耐久性里面的技能组有STATUS,POWER3 再来是ARM POWER,GIGA POWER3,以及DRAG KEEPER3,以及最后的A系统 RD ARBANDA,这一套虽然是耐久性,但是里面的能力都非常豪华 比如有ARM系列,AD系列,以及KEEPER系列 如果有关注市场的表动,应该很了解这几个系列的价格是有多么能够吧 为了大家的钱包着想,于是我推出了一套没有ARM和ARM系列的四火力 特化型,配置有STATUS 3,以及POWER3,再来是GIGA POWER3,以及AUC CRUNTER3,最后的DRAG KEEPER3 这套可以说是火力与金费两部的方案 如果想稍微再提升一点火力,会把DESHA系列换成金质塔副本掉落的DRAG系列的插针 然后就是我们最顶配的配置,同时也是最烧钱的策划型 首先有ABILITY4,ARM POWER,GIGA POWER3,ARMS CRUNTER,以及最后的ARDI ARBANDA 总计该配置可以HP加5,PP加5,SATAC威力增加12.04%,是当前版本最高的 以及附带超高的威力下限補正9.3%,回忆美中不足的是,它各方面内性将会下降低点 如果这套搭配五星的自带2%攻击防具的话,总体能推到67.2%,并且伤害補正也能推到恐怖的100% 所以说每一发攻击都是金钱的味道,如果有任何的补充或者想法 都欢迎来到评论区留言,我是阿卡,我们下期见,拜拜